羅湖商業城物業管理公司1號通知商戶 羅湖口岸將會在下週一、六號全面通關 住在深圳的小雅向香港01記者證實 她昨晚散步經過羅湖口岸 驚喜發現口岸的燈真的亮了 現場亦有不少民眾開心地圍觀拍照 口岸穿著安全服的工作人員亦在聊天 小雅說羅湖商業城已有部分店舖重開 連所促食店大快活的店員都在看著抹桌 商業城二樓的硬頸舖也已重開 另外有間便利店亦已營業 她說因為羅湖口岸很便利 自己三年來都一直很期待開放 現在最大的心願 就是能取消中港通關的核酸檢測要求 恢復深圳居民一週一行簽註 以及恢復透過自助機 辦理香港旅遊簽註 方便深圳市民來往兩地